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思涵 欢迎再次收看 雏娘香Q秀 今天邀请的来宾是陈梦媛 很高 很有成就 很年轻 陈梦媛 欢迎你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给观众朋友 带来两道非常可口的料理 台湾是一个水果的王国 真的什么水果都有 今天我们要用的水果 是百香果 大家看到 百香果在国外的话 它的名字很可爱 叫做热情果 就Passion Fruit 就是非常热情的 用百香果来入菜 也是现在在台湾料理界 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手法 特别是沙拉 特别是沙拉 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这一道 使用鲦鱼的 就是任何海鲜都可以 用墨鱼也可以 用章鱼花枝都可以 怎么样来做我们今天这个 吃起来真的很爽口的一个 沙拉洞 沙拉洞 好来 我们首先将我们的海鲜 先汆烫 一起烫都没关系 对 是 那这边的话我们先做一个 这是破红茶 什么叫破红茶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东方美人茶 其实就是东方美人茶 你看两个名字 怎么差别这么大 东方美人茶 听起来好像 喝了就会变美人 变鱼姬 或者变成杨贵妃 但是碰红等一下吃了 会变弥勒佛那个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因为客家人 比较喜欢吹牛 所以这个茶很好喝 所以它就碰红 是吗 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我记得 那我们这边 这个碰红茶 加吉利丁 吉利丁事先已经也用冰水 泡软过了 对对 冰水泡过了 那海鲜部分我们可以捞起来 要确定煮到全熟 一定要确定不要生食 我们尽量虽然是很新鲜的食材 还是建议观众朋友尽量熟食 好 那我们这边可以泡入冰水 把它降温一下 这个冰水一定要是食用的 那这个我们的茶水加吉利丁 要做把吉利丁做一个加热 融化的动作 凡是有吉利丁的东西 温度不能太高 因为吉利丁是动物明教做的 如果温度高的话 它的那个猪的腥味 跟鱼骨头的腥味 可能会跑出来 所以不要高温去加热它 就是要有一点耐心 低温然后慢慢的让它呢 我们再冷静一下 沉淀一下 我们生菜部分要泡冰水 好可爱哦 对 这个是日本的元气大根 就是迷你樱桃过的意思 真的好可爱哦 看起来就很营养哦 它那个颜色色泽哦 好 我们泡了冰水之后呢 我们生菜待会吃起来会更爽口哦 更清脆 是的 那今天孟远带来的这一些料理 其实都是中式料理 但是西式的摆盘 对不对 然后我们先来打酱 然后我们白香果搁进来 那白香果的香味 其实一颗就很足了 如果观众朋友觉得 要味道淡的话 我们可以再多加一点 那优格 都是很养生哦 因为白香果它 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维他命C哦 那再加上优格呢 可以帮助消化 加一点糖 因为白香果比较偏酸 它优格也偏酸 我们可以加一点糖 中和它的酸度 我们稍微打碎 回合均匀就可以了 渣渣不用滤掉吗 渣渣不用 我们讲的健康就是全都下 连渣渣都吃下去哦 对哦 那我们这边以前融化的部分呢 我们加入少许的盐 我们海鲜的部分已经冷却了 我们把虾头切掉 就是要剥虾壳是吧 是是是 所以我可以帮忙 这个好 这个孟元 它都很客气的 不好意思 麻烦我帮它剥 其实我也最讨厌剥虾壳 所以平常我这个 买虾子 我很少买全虾 我都买那个剥好的 虾仁 对 那我们虾剥好了 就海鲜 断 小汤鲜 小汤子我们就放在我们的磨器里面了 均匀放在我们的模型里面去 是的 我们鱼肉 好 如果我们要让这个颜色更漂亮的话 还有就是说 它每一颗 就是说 待会我们这个洞 里面的这一些 不管是虾子 或者海鲜 看起来更立体的话呢 就会建议呢 找这个 在海鲜类的时候 我们可以 比如说像墨鱼 或者章鱼 那种 就是会 它会 一粒一粒很完整的 待会我们在切的时候呢 也会更完整 加上一点的 红酸磨叶 然后把我们这个 已经融好了 擦水 我们刚刚已经融的这个吉利丁片 把它 倒到这个模型里面来 那当然我们这些模型 一定都是要耐热的 那好 我们就盖子盖子 然后我们冷却 好 我们的这个 洞 终于完成了 我们要把我们刚刚的 这个海鲜洞拿出来 其实我们这种咸的洞 我觉得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好像台湾料理界 没有那么流行 对不对 对 但是现在呢 这个西式啊 中式啊 都会合并在一起 你会发现 可能很多年纪大的人 他吃不习惯 我们 习惯吃猪脚洞 但是你说把这个海鲜呢 煮成这样 然后又用什么吉利丁片啊 这种东西去变成洞 很多人都吃不习惯 可是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餐厅呢 这个东西是非常的流行 好 所以这个做法呢 大家不妨呢 把它呢 学一下 因为其实很简单 而且还可以补充这个胶脂 其实只要有这种洞 都感觉看起来好好吃哦 尤其是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呢 很适合吃哦 这种咸的这种不管是海鲜啦 鸡肉或者是猪脚啦这种洞哦 那我们把我们的生菜 水上要滤掉 把我们的东方放上海鱼 把我们的东方放上海鱼 然后捏上我们的酱 其实我现在到餐厅呢 去点菜的时候 他常常会问我们 以前我们在点沙拉 总是什么千岛沙拉啦 就是那个 Tousand Island 或者是这 Italian的这个酱啊 但是现在很多的酱 非常非常的丰富哦 而且这些酱呢 通常都会用一些水果 或者是说很养生的yogurt呢 来搭配哦 那我们今天呢 孟远呢 带来的这一个沙拉呢 就很特别 用台湾呢 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个百香果 PASSION FOOD呢 来取代我们一般的这个沙拉酱哦 是 是 非常精彩的哦 我等一下一定要试吃你这个洞 看起来也很好吃 好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呢 呃 这个 这么高的这个帅哥呢 来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呢 分享呢 这么精彩的这个 呃 不管是海鲜丼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炸鸡块哦 希望观众朋友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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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